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啊 还真是他妈啊 这一看就不是什么正规创所 十有八九是在做那种勾当吧 什么十有八九啊 肯定就是啊 我们明天早上到班上跟别的同学讲吧 啊 不太好 你难道还要替他说话吗 谁替他说话也说就说 就是我们的故事在闪述事实的 2007年12月31号 天气多云 最近的心情和今天的天气一样 被厚厚的云层给满住 压到我喘不过气 我已经厌制了这样的位置了 我一点也不想去学校了 我来说 走 门开那么大 怪没能死 你吃饭了没 没饱出去吃饭 没吃 我不饿 还不吃饭 你要成仙吗 饿死算了 吃处子这么短 你也不知道瘦一下 那不是你摆了吗 而且就算我饿死了 你也不会着急 还有你下次能不能早点回来 你都不知道外面的人 是怎么说你的吧 老娘 我这么晚回来为了赚钱 故你读这个破书 你看看你读成什么样子了 我在外面受了多大罪你知道吗 我上辈子借了什么赢得 生了你这个白眼狼 是 你把我这个白眼狼生下来 经过我的同意了吗 还有 你就不能找个正常的工作吗 要是爸还在的话 看到你这样 是看到我们这样 他会有多难受 好 别说了 想吃什么 妈给你做 给他 我以为是谁都输掉了 原来是你这个小可爱 谢谢都不说一声 谢谢 冯小龙 哎呀 好了好了 还你还你 你们参加昨天我的床 我们看到了什么 看到了什么呀 我们看到了一个惊天大秘密 什么惊天大秘密 什么惊天大秘密 没错就是一个惊天大秘密 什么秘密 你当时说 对呀你赶紧说呀 别卖关子了 你说 我们在南门口看到 李亚她妈在洗脚店 做那种勾当 哪种勾当 哪种勾当啊 真的假的呀 哪种勾当啊 这种东西可不能乱吃啊 哎呀你们 动动脑子想想吧 在那边能做什么勾当 不就是在骂呀 天呐 这种事情可不能 去那边乱吃谁吗 这还能有假 我跟传闻可是亲眼看到的呢 我跟传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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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好想啊 你给我站住 这个任务要考 你怎么考虑 怎么考虑 我跟传闻 跟我去报告信一下 不过说到建宇 我想起来那天我在南门 有看到一辆面包车 在那儿老力量躺在那儿上去 那就是真的啊 失锤了 以后有些事情早说啊 哇好恶心啊 以后我们有这种消息 我们要互相分享 啊好恶心啊 天啊 那你们看看谁来了 谁来了 你们看看你左边 呦 脏东西来了 他一进来 感觉这里的空气 都变得忽住我了 你们说过了没有 马上要上后 散了散了散了 给班长个面子 就是啊 你们是不是太闲了呀 虽然利昂是贫困生 但我们也不能在这儿 有四眼睛看他呀 你说是吧班长 小航 你够了没有 呦班长 大不了我陪他一只就是了吗 啊 啊 祝祝给你吧 谢谢 婴儿在他颤纵的叫声中 有无穷神秘的语言 从最初的灵魂里带来 要告诉世界 只是 只是一颗孤星罢了 在无边的黑暗里 已写进了宇宙的寂寞 好 嘿丽阳 我送你回家吧 不用我自己会走 嘿丽阳 我到家了 你回去吧 嗯好 对了把你手机给我 给你干嘛 别说话 给我就是了 这是我电话 以后遇到了什么危险或事情 记得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我 你才遇到危险 你个乌鸦子 等等 嗯 有个问题 我想问你很久了 你初三上学期的时候 为什么搬走了 妈 我们为什么要走啊 一把走了 这里我们待不下去了 别怕了 走吧 丽阳 你要去哪里啊 我要搬去新的地方住了 那我们以后还能再见吗 我们会的 说不定我们可以考到同一所中学 那开学呢 嗯 自从那以后 我们虽然真的考上了同一个高中 甚至同一个班 但是你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你变得冷漠了 我们关系也没有从前那么好了 我爸死了 爸死了 我们才搬走了 我们才搬走了 对不起 丽阳 没事了 已经过去这么久了 好 那我们还能像从前那样好吗 行了 你赶紧走吧 那我们明天一起上学吧 我在你家门口等你 我在你家门口等你 我跟你讲就是她 就是她 听说妈妈这种狗卖的 好恶心啊 你从来一嘴 你跟我们准备什么行动就不好了 丁泽 嗯 谢谢你 好 你做业做完了吗 还没呢 今天为什么叫我出来 就很久没出来了呀 不聊啊 你在这儿等等 来 给你 干嘛给我买奶茶啊 因为买一送一样 真的吗 嗯 你猜 我才不信呢 你猜 我才不信呢 好巧班长 你也在这儿 是啊 莉昂奶茶好喝吗 那你要喝吗 我去给你买 你不用啊 我减肥 天花黑了 我们回去吧 好 那我们走了 拜拜 拜拜 你不要买次啦 我买次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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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让你走 我买次啦 我买次啦 我买次了 我买次啦 我买次了 我买次踩一步 二零一八年 一月二十一号 天气晴 最近和英泽似乎又回到了以前那样要好 但是我发现我不仅仅把他当成了好朋友 我好像对这份感情有了特殊的情感 我现在很慌张 如果没有错的话 我觉得 我应该是喜欢上了他 班长 今天放学有没有空啊 我知道家很好吃的料理店 要不要一起去啊 不了 我放学要和丽阳一起回家 那我们把丽阳也叫上 不用了 我作业还没做完呢 班长 要是你想去的话 你就陪罗姨去吧 是啊班长 既然丽阳都这么说了 那就我们两个去吧 免得到时候有些人说我没叫他 那 好吧 班长你真好 那我走哪里啊 哟 你看这罗姨得意的样子 狐狸尾巴都要翘到天上去了 我觉得他不是这样自己有几分姿色吗 看看能得意到什么时候 不过声音者也是 最近不知道哪个精搭错了 居然跟那个粘东西走得那么近 我都替他为心 罗姨 我看也是装个样子过意可怜 他嘛 本小龙你没攒眼睛啊 哎呦我刚手滑 不好意思没砸到你们吧 我看你就是故意的 哎怎么这样说话呢 你们这么美 谁烧的就砸你们啊 哎算了算了 烦死了 算了呀耶 反正在这里跟某个脏东西呼吸同一片空气也怪难受的 我们走 诶 今天怎么一个人啊 你家帮长拿去了呀 是不是跟别人的女生 跑了呀 冯小傲 你是不是连吃太多了呀 整天咸呢 你要是不是喜欢听 那我就不说了 诶 我想起来先开一家餐厅 我们一起去吧 没空 诶 走啊 走啊 没空啊 走走走 别问我几天啊 我说话还没拿呢 走走走 到了 你不是说带我来吃东西的吗 这哪有卖吃的呀 等等等等 吃西北风还很喝水 别着急嘛 来 坐这儿吧 嗯 这就是你说的好吃的东西 对啊 不然呢 那我们干嘛非得来这儿吃 哎 你傻呀 只有明白知道你陪我逛江边 冯小傲 虽然今天上学从这里路过 虽然今天上学从这里路过 但只要静静地看 发现还是挺美的 你说 都已经冬天了 为什么河对岸还是枝繁叶茂的好 可是 就算再茂盛 也抵不过碗东的寒冷吧 不是我说你 男生这么多好的事情 要向前看 不要太悲光嘛 你说对吧 我问你个问题啊 嗯 你为什么还愿意和我说话 半期的同学 都不愿意和我玩 在他们眼中 我就像个扎手的玻璃 谁都不愿意靠近 哪有那么多 为什么啊 每天这么多事 已经很累了 考虑这个 考虑那个 不是很乏吗 而且再说了 陪水王 这也是自己的自由 不用管别人说什么 好 从今天开始 我 冯小傲 照着你 好 哦 诶 你看啊 你嘴角有东西 哎呀 你干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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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规放的是来自高尔三班内阳的瑞基 2008年1月22号天七七 最近何鞠泽似乎又回到了景点 但是我发现 我发现的是我发现 我发现的 我发现的 还看来学校呀 我发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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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样会不会太过分了 我现在很慌张 如果没有错的话 我觉得我应该是喜欢上了她 哟 看看谁来了 这不是丽阳吗 不过你在学校挺出名的 不是吗 是不是有什么病啊 来 如果带车 我看看到人员的女孩 丽阳 丽阳 我发现的 这是什么 ��� 变成 死亡 应该你是不是 救命啊 committed 原来那瓶牛奶是你送的 可是为什么会是你啊 不好意思如果那天我在学校的话就请 没有如果 那不是你的错 你喜欢我 帮长吗 那你觉得我要怎么样 是不是连你也要拿我曲了 如果你喜欢帮长的话 那你就是跟他说 就算现在不说 他应该什么也都知道了吧 但是你什么都不说 你永远不会知道答案 对 我要去找他问清楚 诶 多美好 为何 我只 看见这世界 愁恶与喧闹 破碎的青春 我们 重备时光 多凑 年少 好巧啊 利昂 你也在这儿 奶茶好喝吗 你要喝吗 我给你去买 我不喝 我们算什么关系 你怎么这样问利昂 就好朋友啊 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 误会 你知道因为这个误会 我成了多大的笑话吗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我一直把你当弟弟 你知道吗 你知道我每天有多害怕吗 害怕别人知道我的秘密 活到这么大 我从未像现在这样 受到那么大的屈辱 利昂 男的和男的 我真的没办法接受 要是你是女的该多好 不过也没关系 现在这病不是可以治了吗 是啊 利昂 我叔叔就是心理医生 他说现在这是个病 只需要电机疗法 够了 英泽 是不是连你也觉得我有病 是不是我的存在 让你觉得恶心 不是的利昂 从今天起 我们不要再有任何瓜葛了 我没病 不过谢谢你 在我生活最灰暗的时候 我把你当成了乌鱼密封鱼 你照进来的一点点阳光 可是我永远没有想到 我永远没有想到 就是这一点点阳光 会变得让我刺眼 不得了 我都会变得让你 走 走 好啦 利昂要从主席台跳下去了 快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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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当夜破晓晴春间睡觉 长灯灯火鸟将长期燃烧 你们不要再说了 成长毕竟到长毛 首先,我是不是同系列这不重要 因为这不是罪 也不是变态,更不是你们口中说的怪物 我也想过上你们所认为的正常生活 我也想每天开开心心地和你们一样 可现实不行 我每天都在想 都在想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 而你们根本没有这些发浪 能让你们反逃的最多就是明天去哪儿来今晚吃什么 你们想要的东西张口向父母要一声就来了 而我的烦恼之语 还要担心这个月的生活费够不够 下个学期的学费还能不能交得上 如果有钱的话 谁愿意一盆又一盆的脏水往自己家人身上泼 你们有一个好的家庭 你们有一个好的家庭 好的条件 就是没有一个好的脑子 你们巴不得世界绕着自己转 你们巴不得天天看别人的笑话 你们是真的闲 你们就是把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就算事情是假的 你们也能把它说成真的 你们根本就不在乎这件事情是真的还是假的 你们只在乎当下说的话能否让自己快乐 你们永远不知道这些流言蜚语会给别人带来多大的伤害 你们自私 你们自私到眼中只有自己 很多年以后 在不同人口中 你们会把我当成一个笑话 再以不同的版本说出来 谈笑风声过后的脸上 没有一丝愧疚 因为你们会有各种年纪小不懂事的借口 甚至 甚至你们会说 他就是活该啊 活该被人欺负 是不是我这么说 还是让你们觉得印象不够深刻 所以 为了让你们能记住今天 为了你们的今天能有一丝丝的愧疚 在经过你们无数的言语攻击漫码下 你们成功地让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一丝丝的念想 我只看到了恶臭的嘴脸 别闹了 别闹着玩了 对不起 声而为人 声而为人 我很抱歉 我很抱歉 你怎么样 你要跳 莉莉 你想干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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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莉莉 你要干嘛 老师 对不起 我来晚了 刚刚在上班 请我们下架 莉莉 你这个小大丑 整天在学校给我的事 不知道我还忙吗 好 停 您呢 要教育她 带回去慢慢教育 不好意思 老师 您继续 您知道我今天来找你是 因为什么事吗 都太清楚了 您儿子呀 他在学校 败坏风气 我没有 你闭嘴 老师你继续说 您能详细跟我说一下 我儿子是怎么败坏风气的吗 他的日记 在学校被别的同学看了 内容无耻下流 龌龊 他还跑到主席台上 扬言要自杀 你疯了吗 要死你想过我吗 想过你爸吗 老师 我觉得日记被偷看 不完全是我儿子的问题 日记本来就是隐私 如果他们不偷看我儿子的日记 我儿子根本不会去主席台 听不去批评他们 反倒来批评我儿子 您觉得这是 身为一个教育工作者 应该做的吗 你知道他日记里写了什么吗 不知道 他暗恋别人 暗恋就算了 他暗恋对象还是个男的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他是个同性恋 真的那么离开 这已经不仅仅是早恋的问题了 他这属于心理变态 我建议您啊 带着您儿子 去找一个心理医生 好好的给你来治治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对不起老师 我觉得我儿子很正常 没有病 我们回家吧 我记得丽阳 跳主席台的那段时间 刚好有一本小说叫做 《悲伤逆流成河》 丽阳似乎和小说里的女主 丽阳很像 但是丽阳的结局 却和丽阳不一样 在相比之下 也许丽阳是幸运的 但是在我叔父被霸凌者中 他们都是不幸的 我也因为我自己做过的事情 而感到愧疚 冯晓耀 对啊 对不起 好了好了 回去故意拍张照 来 哎 你怎么老是这样 你看 傻瓜 这是胶片机 thy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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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被逼来学画画的呗 瞧你呢 就是不就来个李光吗 有什么好打紧小怪的 毕竟我们小年 是出了名的话词 他哪有共理会这些人呀 你说是吧小年 走开走开 小心我涂地脸啊 今天我画室要来一个新同学 先来李光 做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李光 木子李 阳光的光 我不会画画 希望以后大家可以多教一下我 谢谢 那你就坐青年后面吧 当好你们是同班同学 以后可以多交流一下 那李光你先去熟悉熟悉 老师去帮你办一下手续 好的老师 哎不是我说你 你走路不看到吗 哎呦实在对不起 我下次注意咯 行吧行吧算我倒霉 下次请您慢些 哎呦实在是 你画了这啥呀 破名字破白菜的 有啥意思 关你什么事 我开心我乐意不行吗 哎哎 笔给我 我帮你接来 你会上去 哎呀你干吗呀 李光你有病吧 你以为自己很幽默吗 你知道这幅画我画了多久 被你这两笔就毁了 真不知道怎么会遇到你这样的人 哎小年你等等 过分了李光 这就是你的错了 你不知道小年有多珍惜 她的每一幅画吗 不就画了两笔吗 至于那么生气吗 一个不画画的人 怎么会知道 会画画的人的感受呢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哟 下课了 那我先走了 拜拜 拜拜 哎呦我也先走了 哎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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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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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